记者邱浩唐台南报道,许多若是学童美到暑假都无饭可吃,台南市议员林美燕结合各姐爱心,捐赠鸡丝面及便当盒,并于服务处提供近200名学童的平日午餐,让学童吃饱美烦恼,健康幸福地长大。 林美燕指出,根据儿童福利联盟调查,只要学校放长假没供应营养午餐,约有五成孩童饮食出现问题,其中更有7%左右的孩子一天只能吃一货二餐,而且近年来大环境不佳,有类似困境的孩子越来越多,他先闲就听到孩子没饭吃,只能到超商买泡面果腹。 感谢这次各界有钱出钱,有力出力,而经由教育局调查,今年仍有198名学童平日午餐无人协助,因此将在安平、大林、盐城、湾里洗漱等服务处领取餐点,且为响应环保。 这次除了有赠送货国际大奖肯定的祭司面,也有具环保、安全且保温的餐盒,提供弱势学童43天的午餐。 新南国小校长刘明道也代表受捐赠的16所学校,感谢各界善心人士捐赠。 教育局也指出,低收入户由政府博预算照顾,但中低收入户及边缘户仍是政府无力科技的地方,感谢议员连续三年提供午餐,让社会充满爱心。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